大家好 养杜砖花的花有了非常多 但是能够把杜砖花养得又快又好的 确实少之又少 那么我们想要让杜砖花呀 能够长得又快又好 那么大家一定要达到这四个条件才行 首先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很多话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要给它充足的营养 营养一定要充足 而且全面 这样的才比较适合它的生长 它才能够长得快 那么我们用肥呢 大家不要偏施一种肥 我们最好就是比较均衡的肥 但加上它又是一个洗酸的植物 我们可以给它用上这种洗酸植物性有精养液 营养非常的全面 而且还能够补酸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让杜砖长得又快又好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杜砖花的土壤里面呢 要有足够的细菌和真菌来帮助分解一些有机物 因为我们用肥用的是有机肥 是比较全面的肥料 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些这个真菌 也就是菌根呢 来帮它分解这些有机物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适当的添加一点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这种微生物有机肥的话呢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有机制 而且呢 还有非常丰富的有益菌 它可以帮助你的盆土呢 引申出更多的这个适合它生长的根菌出来 那么这样呢 才更适合它的生长 那么第三个就是有充足的水分 还有有机物质呢 供你的这些根菌来给它分解 那么水分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盆土了 出一个微微湿润状态 然后呢 定期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子比较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 施肥的时候呢 一定要盆土里面有充足的这个有机制才行 也就是要给它适量的施一点这种有机肥 第四个呢 就是要保证根部能够正常的呼吸 有一个正常的呼吸空气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让盆土处于积水的状态 盆土积水的话呢 根系呼吸不了 那么根系腐烂就不利于蜘蛛的一个生长 那么养杜鹃花 我们大家如果满足了这四个条件 那么杜鹃花就能够长得又快又好 枝叶繁茂开花多多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